假秘书 这办公区域这么热 怎么不给员工开空调呢 张总 如果以您的身份 这要开空调 就是一句话的事 那要是不以我的身份呢 反正您也刚调过来 他们呢也都不认识您 要不您去试试 行经理 这办公区域这么热 怎么不开空调呢 你是谁呀 办公区域几十号人 就你矫情 他们难道就不觉得热吗 可是办公区域明明就有空调 为什么不给他们开呢 这别人能忍 为什么你就不能忍呢 行经理 照你这话 这空调就是开不了了 对 其用公共设备呀 要提前报备 并且出事理由 我也很为难呀 那你说 我应该怎么办 出门左拐 工程部 空调设备 由他们负责 我呀不负责 出去吧 我很忙的 使用空调设备 理由呢 天气炎热 影响工作效率 这就是理由 我去等通知吧 不是 你就按下开关的事情 等什么通知啊 每天三千开空调的人多了 不但因为你着急 就给你车队吧 那我今天 还能等到空调的开启吗 我们会尽快给你安排的 如果你有意见的话 可以到仁师部反馈 行 哎呀 同事之间 有点小摩擦 那不是很正常吗 可是 他们都不作为 这也太气人了吧 我也知道 他们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是你的格局 能不能放大一点 我 这一个巴掌 拍不响 人家也是暗张办事嘛 可 可我就是想开一个空调而已呀 你别急 他那边呀 我去说 你等着就行了 我 你要是实在委屈的不行 你就去找我总经理吧 让他和设备科说一声 把空调呀 给你打开 那 总经理在哪儿啊 当然是在总经理办公室啦 你直接让钱财联系电工不就行了吗 总经理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办不成是你能力的问题 你总不能让我手把手教你吧 那你是不是也要亲自体验一下流程呢 谁有时间陪你来这儿吧 别玩啊 你以为你是老板呀 哎 好好好 张总 流程都走完了 难道 这就是一直不开空调的原因 是啊 他们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 而且 还可以领高温补贴 谁要是给我们这些普通员工 送一盏电风扇 我们就感恩戴德了 他们坐在办公室吹着空调 还能领高温补贴 而你们 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工作 连台电风扇都不给你们配 这也太不公平了 不公平 那又能怎么样 谁叫他们 都是领导呢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我就宣布 把办公室的空调全部关掉 把办公区域的空调全部打开 别别别呀张总 这可使不得 这又是为什么呀 你想啊 这财务要是中暑了 人们的工资 谁来给发呀 还有 这人事要是中暑了 那考勤 谁来记 如果这工程部 要是中暑的话 那出了故障 谁来修啊 您就让我们 好好享受享受 这个高温吧 它现在还是免费的 等过段时间呀 它可就收费了 贾秘书 你现在就通知各部门经理 到会议室开会 这公司呀 我看是 是时候该换换学了 好的张总 我这就去安排 我只有一身堂堂 喝醉也可得伤 把影子刺在胸膛 在最高处守望